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潘兆聰,好報在線 好報在線,Boxing Day Boxing Day 今晚有司徒法基師傅 師叔你好,你好Edmond 今晚來到Boxing Day的時間,就找師叔聊聊天 因為都接近年尾,很多時候你們的玄學師傅就很忙 尤其是今年早過年,一月末是過年更忙 所以就剛剛了,在這些日子,就看看來年大小的事情 我們分開幾個部份,第一個部份,不如先跟他聊聊天 其實一直都是,永遠有問題 師叔,拆解一下吧,什麼原因 但就真的,不是很多時候有機會跟他聊聊其他事情 趁今天呢,就不如先跟他聊聊天 你是司徒法基,當然就是法政師傅的兒子 不知道呢,好像是長過師徒法政師傅 其實呢,又不算是 因為始終都是他學,才是我學後的 我之前學的那些,就是一些他交給我的工作 即是一些文書,這樣的東西 最初由一個知識方面 之後就學法科,一路一路過去 為什麼叫師叔呢,就是因為我跟過的師傅 就是我老爸的師傅的師傅 所以輪配奔,我就是他師叔 哦,OK 即是,你們這樣輪之排輩 通常都是,因為這樣而開始 叫這個名字 是的 但是為什麼你又開始對這方面有興趣呢 其實呢,以前我做IT的 即是很多人都知道 是的 那我呢,純拜科學就多於那些古怪的東西 那當然我,譬如有些超自然的東西 譬如說那些鬼呀那些東西,我也有看 但是,我永遠都有一個心態就是 先保持距離,即是未見過我怎會相信呢 那當時呢,我老爸就在澳門那裡開壇,做師傅 那他有個網站,慢慢慢慢開始又紅了 很多人就問他事情 那他呢,又是一個電腦白癡來的 他不懂得打字 那很多時候呢,他就說他又要找人幫忙 那當時人手又不夠了 那他就知道我做電腦 那他就說,喂,兒子不如這樣吧 那些問題我看完,我告訴你怎樣回答 那你就幫我找回一些資料 幫我填一填他 這樣就打上去打回一些客人 那當時我就接受了這個任務 那總之就是他教了我怎樣 那當時我不是很熟悉的 那譬如說A,我再自己找回一些資料 接著就回答一個客人 那一路一路做了幾年 好了,做了幾年之後呢 那跟著覺得,咦,這些東西又挺有趣的 那之後就慢慢就在原學 發科那裡就開始有這樣的研究 那如果你說我真的相信發科這件事呢 因為我以前讀歷史 那你說神功這些東西呢 我想大家有聽過清朝義和團 就是給我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讀歷史 那我就說看到這些義和團 這些都是一些雜灑的東西 就是斜膜外道的感覺 對,還有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科學可以解釋到的 譬如說 你吃香,吃玻璃,或者行刀梯 其實是科學可以解釋到的 或者動梯那些全部都是科學可以解釋到的 我覺得這件事不神奇 動梯也是科學可以解釋到的嗎 其實只是平衡點 真的嗎 有些人是用平衡點去做的 但是有時候我學了法科之後 有一些部分我真的沒有辦法相信 我覺得原來有些人是真的下了法科 原來動梯有一些方法 是真的不是用那個點去做的 是真的有些神力去扶持 不如先說一下 動梯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很多時候你們學神功的朋友 都會有一個最基本的 展現自己的法力的時候 拿一些木梯 然後將其中一隻腳 動在一隻碗裏面 但其實你說如果找一個平衡點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 以前我這些平衡東西 我上網找過 有一個應該是台灣的 他嘗試過 用這些方法去動任何不同的東西 一拆解 直接一部電腦一個洗衣機 甚至一部電單車都做到 還有他的位置也是很凹凸不平的 這樣去做的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 這些會不會是平衡點的東西 因為你讀物理是會有學這些東西的 好了 之後我就和我爸爸說回 然後我爸爸就教了 那時候做了一些東西給我看 其實他在用的東西 他就不是一些凹凸的東西 譬如是一塊平的桌子 平的桌子不會有凹凸的 他就真的找一個碗 然後就裝了一些米 就這樣凹凸了一把劍 凹了一把劍 那把劍就不會掉 那我就在想 沒有理由 如果你平衡點 他的點這麼小 他沒有理由會不會掉 那支劍也是 劍尖 劍尖 是啊 很小而已 後來他就教我 然後我就嘗試 我嘗試就是這樣凹凸 那又可以 但是我找過我太太 那時候我找過太太試 找過太太試 因為他不太相信這些東西 那時候也是 他試來試去又是不行 那好吧 之後我就跟他唸了一條咒 我說你試試再動 他弄了兩把劍 然後整把劍 站在那裡 這樣就不動了 所以我太太就覺得 其實這些東西很神奇 這些是其中一樣東西 譬如說好像士多那些 因為有兩件事 其實發生了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不相信 這個世界真的有神功這件事 什麼事呢 第一件事是怎樣 初時我們過教 我想Edmond你見過 有一條紅色的 又要試刀 第一次我去的時候 之前我爸爸 把我八折給了一個師傅看 他就說 怕你兒子三十歲有大劍 過不了 我爸爸當然很害怕 然後他就找了我當時的師傅 打算做神功弟子 然後就過教 其實那時候我 我不知道過教是什麼 但你信不信真的三十歲有個劍 我當時我不認識這些東西 我爸爸知道 但他沒有告訴我 我又沒有什麼 他說過教不就過教 但當時我一直都是天主教 他以為你過了基督教 過教就是過第二個 過教 隨便吧 因為當時我爸爸已經是師傅 學了神功的東西 我亦都跟他在做網上的事情 他說過教 我說我是天主教 不可以的 他說不要緊 拜託祖師爺 上帝不會怪你的 我說好吧 其實我不是很虔誠 說真的 然後做過程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很難忘 平時我見過我爸爸見得多 即是砍刀那些 那天是一把開山刀 即是那些好像很長的開山刀 在我的頸上 在我的頸上 嘩 在肚子上 然後又砍又等等 有些人說是不可以碰地 直接抽起離地 他照樣砍都沒事 嘩 那一刻我嚇到 痛不痛 是有些感覺 總之好像有些東西打到你 好像被人打了幾拳 但之後 你任何痕跡都沒有 是有一點紅色的印在 完全沒有穿沒有成 當時那把刀 我以為是否還未開封 其實那把刀在我們面前 是斬過一些瓜 和一些東西 那把刀是開封的 是來的 你用一張紙放進去 一戒 它是戒開的 即是不是說 有些人說 黏了膠紙 或者是未開封 其實不是的 那一刻我就覺得很神奇 你這樣刮下去 刮到豬肉上 一刮到兩邊 為什麼刮到身上 完全是沒有反應的 而且你感覺到它是壓著拖 這是我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怎樣呢 這是過教的事 第二件事是怎樣呢 我記得十幾年前 我婆婆就有一個 不知十幾年前 我婆婆就有一個重症 醫生也說不行了 這樣說不行 然後叫我家人去見她最後一面 當時我媽媽跟我爸爸說 有沒有辦法可以續命 因為法夫是有些續命的東西 其實我當時的三角演義 是真的見過 諸葛亮有一個叫七星而命法 當時我媽媽跟我說 爸爸是用一個七星而命法 去幫你婆婆續命 我還說怎麼搞的 這是小說來的 哪是真的 接著我爸爸做 做完法事之後 我親眼看著我婆婆 有一個很危險的指數 差不多要死的指數 慢慢慢慢的 開始慢慢的康復 然後足足多了十年命 多了十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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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十年命之後 怎樣呢 在十年之後 他十年前發病那一天 在十年之後的同一天 他就發病 那個病就發出來 然後很快就去了 真的 其實當時整件事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我婆婆是天主教 我爸爸做完法事 當時我婆婆已經死了 他就說我發夢 看到一個很乾的地方 有很多人排隊 我就跟著那些人排隊 向著很乾的地方 應該上天堂了 他爸爸在隊 突然間有個白鬚弓 整身白色很長鬍鬚 他就走過來 他說婆婆 你不是走這邊 你快點跟我走 不要走這邊 我婆婆就說 不是的 我要跟這些人走這邊 不對的 你是誰的 你帶我去哪裡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說 你不要管 總之你跟我走 一抓住我婆婆的手 一扯 他就醒了 然後他就醒了 然後他就開始醒了 之後慢慢慢慢 健康慢慢好 出了院 他就說這件事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 那個當然是上帝 其實我們心想的時候 那個不是祖師爺 十年之後 我婆婆是同一個病死 當時我媽媽 是要求我爸爸 再做一次 但是我爸爸說 不行了 因為其實他做法事的時候 有一隻蛋 他把我婆婆的雲 封在蛋裡面 放在壇上 放了十年 他說當他想再做的時候 那隻蛋已經裂開了 裂開了的時候 裂開了的時候 裂面沒有任何的物體 即是蛋汁 臭味 全部都沒有在裂 變成薄子 就是空殼 空殼來的 直接裂開了一個空殼 就是好像分開了裂開了 其實很奇怪 只有蛋殼 只有蛋殼 裂開了 沒有的 然後什麼都沒有 他說完盡 沒有 我們見到最後一面 我婆婆終於在 那個病後的十年的七月 我記得七月初日 她便離開了 但是如果這樣可以 續十年也是一個福分 是啊 所以其實這兩件事 在我自己的看法裡 我覺得是很不可思議 最不可思議就是 我婆婆說 是有一個白蘇公 帶她回來 那個就是祖師來的 因為這兩件事 所以我覺得神功這件事 不是騙人的 還有我經常見我老爸 使刀 其實我每次看到 我都腳軟 那時候 其實你沒辦法 你是腳仔 對不對 肉脆砧板上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老爸 真的是老闆 刀斬給我 我真的 可以了我相信 所以就一路 開始跟我老爸 開始學法 跟同師傅 一直學 原學 原術 不過其實我又覺得 有一個 學到這些東西的人 有成就 可能你本身都應該有 這個命去做這件事 是的 如果不是不會的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後來學了原學 看回我八字盤 通常某一種盤的人 譬如說 我們叫做 印星為起 或者食雙為起 通常都是喜歡學這些 學術的東西 很多的 再加上那時候 我老爸幫我看手信 說我有一個 神秘十字文 所以學這些東西 就會快一點 但我到現在 我都不太知道 去了哪裡 可能獎文變了 是 一路都說開 跟師傅法政師傅的關係 當然大家會很認知 你們兩個人 因為是一個病人 但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好像那些 所謂的星二代 會有壓力呢 初頭有 是的 一定有 因為始終老爸的名氣很高 名氣太大了 很高 還有很多人都覺得我 一走出去也是一個 捉鬼的師傅 其實我跟老爸說 我喜歡讀書多 所以我主要是 在學術方面 我就會比重 法科那裡是 維富 但是做久了沒有辦法 都是要做法科那些 都是要兼著來做的 除了白事不做 對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法科有紅有白 即是驚慘和我們做紅事 喜慶的事 有些師傅是兩樣都做的 但我自己本身的壇是七星壇 我們叫陽壇 如果你陽壇再去做一些打齋超渡的事 有機會會令壇的陽氣出問題 因為之前有些前輩發生過這樣的事 所以當時我選擇 我也是喜歡開心的事 所以我做紅色的會比較多 還有你和你爸爸的樣子 一走出去就笑了 那種感覺已經是掩蓋不到 一入認入格 好像Facebook的人變色變系統 經常認錯我 是嗎 是呀 你倆真的不要誰做壞事 都認錯 為什麼無緣無故聽了我 不是呀 你也說人變識別那些 真的回大陸那些 是呀 小心 是不是弄錯了 真正做師傅有沒有十幾年 十幾年 我真的開公司 我沒有記錯應該05年 至04年左右 即是真的出來開檔 但之前那幾年都是兼著幫 譬如我爸爸有時候 沒有時間的 他就說不如你嘗試幫一下這個信事 這樣就兼著來做 應該算起來 我想都有十幾年 十幾年 即是見像這些人生白態 因為師傅是最多見這些 基本上 有沒有些個案 你覺得 都幾傷惡印象 或者都幾感人 就是這樣 曾經有一個個案 是怎樣呢 有一對夫婦 來求助 因為那時我爸爸還在旺角的舊壇 那裏 他就說 女兒有一些不折之症 應該不能擺多久 就哭了 希望我爸爸可以 直接跪在那裏 我看著他跪在那裏 希望他可以幫忙 我爸爸那時就 心腸軟起上來 就說 我幫你嘗試一下 他做了一些叫做 風雲的法事 其實他跟我婆婆做的不同 因為他七星燈那個 造彈的有些不同 風雲法事是怎樣呢 有一個好像是鄧鐘的東西 就把那個事主 那些 即是那些 頭髮指甲的DNA 就放在鞋裡 還有一些髮器和符 就封住他 放棄了他 他這個做法就是 讓那些鬼差 和他的壽命 可以保住 但是有一個不好的情況 就是 萬一那個病人是有病的話 他會一直痛苦下去 但是如果他痊癒 他就一直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其實是有利有弊 即是薄薄而已 薄薄而已 好了 之後做完這個法事 其實我爸爸也不樂觀 為什麼呢 這個女孩子 其實已經差不多去了 那兩個 做完這個法事之後 那女孩子多了半年命 其實醫生說 她應該只剩下三個月 再多三個月命 到最後還是要離開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很深刻 我自己很深刻 後期呢 我也曾經遇上過一件女子的事 那件事就是一個媽媽來的 那我為什麼這麼記得呢 就是她一年之前來找我 當時她已經絕望了 那我就說 嘗試一下幫她 到一年之後 到最後抗癌的情況 都是失敗了 那我為什麼這麼深刻呢 就是說 當時她 我那個客人打來 她說我阿姨 不行了 她說真的太辛苦了 師傅你幫我 放了她好不好 當時我想立刻放她 但是我看一看日子 我就沒有做到 為什麼呢 放意思是說 放了混頭 放了混頭 太辛苦了 我放在壇上 當時我拿了一句鐘 想放的時候 我想一想 然後我就沒有放到 我給他多一天時間 為什麼呢 我第二天是母親節 你叫她的子女 過去看她最後一面 是 當時她的阿姨 就通知了她的子女 總之有些在其他地方飛回來 就趕快走去見她最後一面 好了 接著到母親節那晚 我說時間到 我就會幫你放了她 那時候我就做個法師 一放了 之後一個小時都沒有 那個客人就打來 就說她走了 那一刻我真的哭了出來 因為你很傷心 母親節 你是一個媽媽 你的子女 在等著子女回來看她 見完她最後一面 接著我要親手 打爛個鐘去 好像殺了她的媽媽 其實很傷心 所以我那件事之後 因為這些事情是我老爸教我做的 我這件事之後 我沒有再做風雲這件事 因為我不想再承受第二次打擊 因為那時候太傷心了 好像要送別親人按一個按鈕 他就火化那個動作 差不多 對 但問題就是那個按鈕是我按 對 就是我按 而且那個人是我不認識的 她是一個媽媽 那一刻我是直接 我扔爛了個鐘的時候 我是直接哭出來 我真的不會再做 第二次 除非沒有辦法之下 早才是用我做 也沒有辦法 但我不會再做第二次 但有沒有先人會覺得 你為什麼會這樣 我還可能有希望 或者她回來找你 會不會這樣 其實不是 因為我一直放在這裏 當時是這個客人 她阿姨親口要求 叫師傅放了我 我太辛苦 我受不了 所以我才這樣做 因為當時 其實她都插了後 弄了東西 她應該是要死的 但醫生說 為什麼死也死不了 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封住了雲頭 她走不了 所以其實風雲有一個問題 如果那個人 真的好像變了植物人 就像那位媽媽那樣 她的痛苦只會加倍 所以沒有什麼必要 都不教 這些真是好心的體會 你做了這麼多年 法科師傅 看這些事情 會不會到現在 可能已經 算了 都好像習慣了 那個情緒的波動指數 可能已經沒有當初 那麼高低起伏 會的 有些事情是麻木了 譬如有些人 明明是阿姨來的 就跑來扮大婆 要我做和俠 也試過 也試過很多 有些人明明是很有錢的 就跑來扮可憐 騙我去幫她做法事 也試過 其實很多 所以現在都看到化了 我覺得就是 除完 祖師爺叫了你做的 那你就做 如果叫不到你的 那就不要亂插手 你剛才說到亂插手 我也是想問 有些事情你不可以逆天而行 當然你問了祖師爺 他給 可能因為他命不該絕 就可以做 是 有沒有試過一些 可能祖師爺都說不行 但是真的礙於那個 可能是家人 或者是一些很親的人 算了 我薄薄了 有沒有試過一些 偏風的情況 如果是這些情況 我自己就 我不知道那件事 會不會算是 我多事 因為我有一個 挺熟悉的客人 光顧了我很多年 他21年 突然間 跟我說 他就說 師傅 我生癌症 我說 你生癌症 因為我看過大了頭髮 脫了頭髮 他說 我沒事的 應該治療的 其實當時這位客人 他老公和兒子 還在 兒子還未結婚 剛剛讀完書 他又沒有叫我幫忙 沒有叫我姓 只是上來 給錢 打算給錢 祈福 走了 就走了 然後我想一想 我就叫他回頭 我說 你先回頭 我說 你介不介意我八卦 幫幫你 他就說 不介意 其實我也沒有所謂 如果你可以幫到我 我什麼方法都試一下 我跟他做了法事 弄了符水 我說 我做的事都做了 你看一下 他做回你的療程 希望沒事 過了大半年 大概一年 有一天 很開心地回來開門 他說 師傅 謝謝你 我沒事了 醫生說我的癌水包 都差不多清洗了 不過還要觀察 還要觀察 我說 很開心 恭喜他 因為當時 他給了一筆錢 我說 你不要給我 你幫我捐了 我完全不收 因為其實做這些事情 你收得錢 我有一個罪惡感 我好像特意找你 你給我錢 我做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你主動 對 我不想招生意 你捐香油給祖師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大筆錢 麻煩你捐了 我說你不要給我 我說 好了 他回來還了神 整理完了 之後 怎樣呢 我就發生了那件 心血管的事 就是這樣 這件事是沒多久以前的 就是這樣發生了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有關聯呢 就是 後期我康復 有一位信使 他說他可以通靈 看到你了 他上來拜神 上來拜神 就跟我說 師叔 你是不是經常做一些 和事佬 駕倆 我說駕倆 是不是經常幫人醫病 或者幫人 我說他上來叫 我就做 是不是先過 我都不收錢 我都是叫風風香油算素 他說 你是不是曾經有一件 你主動幫人醫病 我說是 他說 你其實是不應該的 不過你 你可能做這些事情太多 祖師爺就說 再給你一次機會 所以其實你應該 已經有事了 他說 你很大瘋 剛剛之前 你差不多 命都沒有 你當時說 他說我彈錯了大祖師 他說祖師爺說 因為我有幫人 所以祖師就說 給我一次機會 我聽到之後 我說呆了 因為他跟我說 你是不是有一件事 是你主動幫人醫病 我說是 因為我沒有告訴別人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這件事過了之後 我自己心想就覺得 沒有問題 其實幫人 其實都是幫人而已 又不是收錢 可能有些事情 可能那個信使 有些事情是要受 但是我做了價倆 明白 但是後期這個信使 也很有趣 他回來還成的時候 他說 他有一晚發夢 他在病的時候 就說 見到 有一個老人家 好像道士 拿著陣筆 他說 你拿著陣筆 我和你飛上天 然後你就沒事了 然後我和你醫病的信使 說你哪位 要我拿著陣筆 他說你拿著陣筆 他說一拿著陣筆 飛來飛上天 又落地 總之去了很多地方 他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有花園 然後下來 然後道士就說 你沒事了 你回去吧 他就說 發完這句夢之後 病情開始慢慢好轉 癌細胞都消失了 就是我幫助他的信使 他說上來還神的時候 他在這裡說 他坐在壇上看著祖師爺 那個道士是祖師爺 我認得他的陣筆 他就跟我說 他去過很多廟去見 他說見到黃大仙那些 都見不到的陣筆 但是那些廟一定有陣筆 就是一定有陣筆 他說每個神都沒有陣筆 他說就是那天上來還神 看到我祖師爺桌上的 祖師爺拿著的陣筆 他就說 是這個陣筆 他就認得 那個應該是祖師爺救他 哇 很驚訝 他去到黃大仙廟 看不到那些神像 拿著他的神筆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其實 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是這樣 改變了他某些東西的說話 應該不讓你做我祖師爺 對不對 是啊 我覺得冥冥中一定有一些 好像我朋友崔飛說 有些事情要發生 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可能我不做駕倆 那我就可能會真的承受這個劫 然後我可能不會和你坐在那裡聊天 其實是胡蝶效應 可能我做了駕倆 填補了一件事 但是又因為做錯一件事 所以我要承受這個劫 然後我就祖師爺給我一個機會 收拾一條命 就是這樣 那這個劫你有沒有看到 你自己會算一下自己 其實這件事是2019年 這件事 剛剛去年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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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今年 那你有沒有看到其實真的有些事情 自己這個年度 有的 因為我自己看八字 我看了那個盤 其實去年開始 應該限制一些相關見官運 通常這些不是生意 可能是健康的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 通常都是生意 或者名譽有問題 但是我猜不到 是健康出問題 這件事我猜不到原來是這麼大件事 但是真的看回八字盤 我發病 差點出事那天 我們術於差不多叫絕局 幸好 總之看著 其實那個人可能有機會 在等那個人的命 現在就讓你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蝴蝶效應 你不發生A 又怎會有B 又怎會變C 但你不做這件事 又怎會有ABC三件事出來 所以我覺得明明中 發生這件事一定有主宰 一定是 但幫你看到這件事 那個人是很厲害的 是的 他是一個客人的朋友 他很小信 他說上個彈 你這個彈奏是大祖師 這樣說 我大祖師 這樣說 這件事也有一個教訓 以後都不會這樣主動去做 我又不會的 有時候 我看我那一刻 如果那一刻 我真的很直線地想 我要幫這個人 我就會去做 但是 幸好你沒有收到那筆錢 如果你收到那筆錢 可能 可能 可能不在 因為我們是行法科的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師傅 我自己覺得 我學得這件事 有這些東西 有幫得人 不是幫 我還是收到那筆香油 試過幫一個 我只是夠錢買個煲仔飯 我只是吃個煲仔飯 那筆錢 不斷謝謝 我說那些錢你捐了去 請我吃個煲仔飯 我就說不要搞那麼多 但是他們這樣說 是一定要收一點點利是 因為將那件事 是叫 結束去 通常我都會說 你隨心封封利是 給彈台 給祖師人買香油 如果你真的很想 你請我吃個飯 我說不要搞那麼多 我寧願你幫我買其他東西 幫上其他東西 不過我又經常覺得 當然 當然收利是或者收的價錢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師傅難道不需要吃飯嗎 對 很多人就會覺得 如果是堅的師傅 就不用收錢 幫人 你現在聽到 有些不是你想像之中那麼簡單 是的 而且我不喜歡就是 你不要老鳳 我幫不幫你 是我自己的選擇 你不要覺得你可憐 或者你是說我的 我就會幫你 你是一個我值得幫的 我就會幫你 所以大家也要知道 有時候師傅 他們所做的事情 不只是表面的事情 對 反正他們要 承受一些事情 要的 承受一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有些 我們說 有些和合 或者有些保命法事 為什麼 我不是怎樣做呢 就是我始終是老婆子女 我不知道會否應在他們身上 或者有些什麼事情 他們怎麼辦呢 但是有一些孤家寡人 譬如我一個人 有什麼所謂 沒有老婆 沒有老婆 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很多師傅都會有不同的背景 會做不同的事情 還有學什麼法 有些是他本身是最偏的 他就知道他應該沒有那些事情 那我算了 所以不同師傅會有不同的做法 一定有 好了 這個第一個部分 講一下一些 挺有趣的話題 平時沒有什麼機會談 趁著今晚這些日子 開心心 但是一會兒 大家也會關心的事情 慢慢入獄 因為我們會講一下 2020年 香港的大小運程之類的事情 師叔已經看了 最後一部分的時間 更加關心的事情 我們會利用師叔今天帶上來的 逆經塔羅 那一會兒 我會想一個方法 可能大家都會玩到的 可能會分幾樣東西 健康 事業 或者感情 然後可以讓大家選擇 你們想要的號碼 一二三四五 女者的五個牌 那你想到 你選擇三個 開出來就可能對照你的問題 會不會是可以幫你解答一些東西 都可以的 可以 這樣好像比較直接 可以 你現在可以想定一些題目 一會兒 你會覺得 我喜歡一的 那師叔立刻開了那隻牌 就是解答到你 當時心目中所想過的問題 的一個答案 好嗎 這樣直接 好了 我們先回來聽聽香港局勢的情況 回來繼續我們今晚的好報在線 潘兆聰好報在線